越南和马来西亚这两个东南亚国家,哪个国家的发展潜力更大呢? 只要稍微注意各国经济走势的同学都能发现,越南的发展潜力是远超马来西亚,虽然看起来现在越南相对来说比较穷,比马来西亚穷多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马来西亚和越南同属东南亚地区,一个位于中南半岛上,一个在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上。 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几乎一般大,都是33万平方公里,地理环境和气候也差不多,所以说这两个国家相比简直太合适了,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高度相似。 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2019年马来西亚的GDP总量为3646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不错的,在东南亚国家也是能够较得上号的。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仅次于新加坡,高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而越南比起马来西亚就差多了。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越南的GDP总量为2600亿美元,人均GDP只有可怜的2700美元。 可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越南比马来西亚有四倍的差距。 越南还基本处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总量上来看,越南比马来西亚还少了1000亿美元左右。 单纯从经济数据上对比,马来西亚比越南哪方面都好多了。 当然这是简单的数据对比,而我之所以说越南发展潜力远高于马来西亚, 那就是在于越南的人口多,近些年来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主要是它的经济改革让人口红利凸显。 目前越南的总人口已经有9600万人了,接近1亿人。 而马来西亚的人口只有3200万人,越南是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倍。 在人口规模上来看,越南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碾压之势。 当然不是说人口多就是优势,而是因为目前的越南已经逐步激活经济,人口红利逐步得到释放。 而且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2018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7%, 而同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只有4%左右。 还有要知道,马来西亚的国家经济是一个资源导向型, 马来西亚的石油天然气等相关资源很多, 经济对这些资源的依赖度非常大, 相对而言,越南就没有马来西亚的资源优势, 但是经济增长依然很快, 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上超过马来西亚应该不成问题。 还有一点,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是马来人, 是一个极度懒惰的民族,比越南人可懒多了。 懒人不可怕,但是这种懒人却要求种种特权, 导致整个民族不思进取,哪还有什么发展潜力呢? 现在的马来西亚经济主要是依靠着占人口总数20%的华人支撑,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现状,让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亚都看不下眼了。 吐槽说马来人只顾享乐,竞争力会逐渐落后越南等国家, 最终会被这些国家超越。 然而经济战主导的勤劳的华人在政治地位上却备受马来西亚人的歧视。 可以说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虽然看起来很富裕, 但是是一个没有太多前途的国家, 一旦它所有的资源禀赋耗尽了,经济衰退也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从上述的原因就可以看出, 马来西亚的发展潜力远低于越南。 另外我看好越南超越马来西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现在的越南基本上是Cosplay我国的发展路径, 我们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 人家越南在1986年就搞出一个Cosplay的版本, 革新开放。 而经过多年的验证,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至于越南能够学得几成功力, 这就不知道了, 就看它自己的努力如何, 当然还有天时运气的。 我通常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功之路, 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条件不同, 人不同, 环境也不同, 模式是可以学一学的, 但也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 凡事都跟别人学习, 必然会死翘翘, 正如大画家西白石老爷子所说的一样,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呀。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认为越南会不会发展成下一个我们呢? 请你在弹幕和评论区打出你的看法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大正, 我们下期再见。